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到11点 睿蹄眼睛对 Gent 以后真大变成晓晓 睡觉会在床上 改变擦手�pay connais我的人和办法 头发一个多小时 过去没有物料看 才能完成牙上涮 注意我都 suburban及 April лин邪无法折皮ы 无论有多轻身了也许会ilda 这一رض是今天用的 清风水 洗面 面精華 潤唇膏 眼霜和面霜 在我剛剛拍片的時候 我已經超讚這支膠原蛋白再生水了 但它已經像來了香港了 攪拌一下應該沒有早餐吃了 來到午餐的時間 不用煮又不用洗那麼多東西 我會吃沙律 經常都說吃沙律清淡又可以減肥 你看我這盒沙律 爆碟的 我還會超讚這支超好吃的沙拉醬 再配一杯咖啡 每一天如果不喝咖啡或奶茶 都硬是覺得自己好像還沒啪了按鈕 嘻嘻 機不離手的我有手機送午餐 這件事大家真的不要學 其實這一兩年我已經努力地戒 出去吃飯無論是單對單又或者一大班人 都盡量不要碰的電話 這個也是一份尊重 阿花我本身不是一個很有規律的人 但我都會盡量每天提著自己要吃食物 對於生活沒有規律 飲食又不定時 還要經常吃垃圾的人來說 可以幫我們補充平時在生活上 一些攝取不到的營養 這支TENSEP真是功不可沒 因為我覺得它的效果挺顯著 幫我彈膠原回來 還要挺好吃的 吃飽之後 我會趁自己最有精神 最有精力的時候做一做家務 我本身是有主婦手的 所以洗碗抹地 我都會盡量戴手套的 這個C高的手套真的非常不好用 下次還是買回3M 雖然貴一點 自從搬出來煮之後 我做多了食物 今天我會做一個燉湯 這個是藝太太林小必教我做的 材料有 一份花膠一份鵝頭一份瑤柱 十元手肉一份塵皮 適量幾次和適量 白色的那條我忘記了什麼 一次過將它放入燉中 再加滿水燉它三至四個小時 記得豬肉要先出一出水 其實阿花也算是半個回家辦公室的人 有時候有些朋友不明白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躲在家 又或者甚至約我 我也寧願在家裡不出去 首先我本身就是一個很喜歡躲在家的人 其次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我在家裡都是有事做 甚至有事說 所以有時候也會有一點點不開心 不過我這份人又真的不太喜歡解釋 所以還是算了 除了剪片之外 我都會在家裡看電影看片 最近迷上的就是爸爸去那兒的阿拉利 她真的很可愛又搞笑 是否很搞笑呢 我已經成為了粉絲了 通常晚上在家裡累 我就會順著個小睡覺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睡不著 我不是一個容易睡得著的人 好了 那我這次的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又剪片剪到三四點 我是時候要睡覺了 Good night 甜蜜�新辛 我是不是 不要亂 甜蜜新辛 盡點 including